你会点缀饭的 对吧 你们 哈喽若妮姐 我正要去便利店呢 你要去哪儿 我 去做头发 施牙怎么被雨淋湿了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我先回去了 搞什么 刚刚发生什么了 怎么觉得 这次的她和之前不一样了 谢谢你 难道 不会是 干嘛 干嘛 没我吧 动真可的吧 嗯 所以下次 什么时候约会 又干嘛 明天你妈生日 几点回来啊 哦 你怎么想看我般甜蜜 可以 嗯 收拾人 你把我感到的 不一定 就把我感到的 哎 儿子 礼物呢 这家伙能回来就不错了 我要是不给他发信息 他早就给忘了 所以说啊 养儿子有什么用啊 想想那些败嫁儿子吧 明天 明天我一定给您准备份礼物 用老爸老妈给的零花钱买的礼物 你能不能闭嘴 妈 今天烤肉就都交给我吧 老爸老妈请吃的肉 喂 够了 对了 都放假了 怎么还不回家住啊 我看你的学分也就那样嘛 这 这家伙刚入学的时候 还说要拿奖学金呢 哎呦呦 还说要做家教 自己赚生活费呢 哇 今天的肉味道这么不错呢 来来来 你们都多吃点啊 学分算什么呀 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吗 颜君堂 还没交上女朋友吧 是啊 儿子 跟我们说说吧 不会是在偷偷谈恋爱吧 没有的事 真的没有 怎么可能 那个谁 跟她怎么样了 对啊 就是那个眼睛大大的女生 叫什么来着 名字也很可爱的 猪猪 干嘛无缘无故提她呀 怎么不承认呐 你不是一直喜欢她的吗 所以你才跟她考同一个大学啊 嗯 是啊 每次去辅导班上课 哦 头发总是梳了又梳 买了新衣服穿上就跑去辅导班 原 原来你们什么都知道啊 所以呢 现在怎么样了 表白了吗 呃 我 哦 被甩了 偷偷交往呢 啊 还在丹相思 不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课也很忙 没心思想这些啊 朱二姐也很忙的 她和我可不一样 是要拿奖学金的人呢 什么不是啊 这也可真意啊 啊 你快点分肉啊 都焦了 不是 真是 一点都不靠谱 啊 好久没回我自己的房间了 外面应该听不到了 嗯 喂 是我呀 这次没有醉醺醺的呢 不叫我打包头姐姐了 好久没跟你通话了呢 怎么突然回家了 我老妈过生日 买了什么礼物呀 打算明天买 打电话有事吗 没什么啦 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那 听到以后 心情好吗 嗯 为什么 我想把自己想做的 都做个遍 比如说下雨天不打扫了 和喜欢的人一起淋雨 去吃甜品自重 直到扶着强出来 啊 还有羊小猫 来一次背包自助游 还有谈恋爱 轰轰烈烈的那种 那种让所有人都知道的恋爱 要买情侣剑 传照片到网上 去公园约会 不戴口罩不戴帽子 大大方方的 手挽着手在外面走 至于 表白呢 啊 最好有树花 很大很大的遗书 你知道吗 粉色的玫瑰可真漂亮 还有啊 虽然有些老土 但我还是想要星星蜡烛 最好周围 有很多人在围观 就像电影里一样 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大声喊出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女朋友 君堂 你要记住 我 傻瓜都听得出来 施雅他 喜欢我 施雅他 喜欢我 他在等一刻 我的告白 嗯 祝阿姨生日快乐啊 难得回去 好好陪陪他 君堂 从老家回来了 感觉好久没见了 有没有人想一起喝一杯 好的 我 成年人的娱乐万岁 但我却好 可以 好 啥 你们 人 也不得过去 transm际堂 你小子还是这么弱啊 酒快喝没了 我再去买点 所有人的努力 吃完再进去吧 只有我们俩吃了 小心被发现 好热啊 干嘛 连搂着胳膊都不行吗 这家伙 没有了 上次若妮姐突然开门出来 吓了一跳呢 还能注意到若妮开门 你是根本就没集中啊 不是啦 居然在亲亲的时候 还想这想那的 人家好伤心哦 石雅 你听我说 集中精神 这次 你只能想着我 到嘴边却没能说出口的话 明明已经下定的决心 却还没来得及好好传达 这或许 就是青春的结局吧 一切都有期限 是否能够变成永远 永远的停留在此刻 温柔的夜 闭上眼 心贴交纸个一半 睁开眼 灭红缅绘的浪漫 从平凡 到勇敢 无法阻挡 谁对你的喜欢 抬起头 诉说彼此的心动 穿过山 还说让人变失控 一切都不需要理由 因为你出现在我的世界 每个瞬间都想要纪念 确定未来和你一起冒险 把最好的最慢的最深的爱给你 从不是疲倦 每个晴天 每个雨天 每个明天 他们说只有傻瓜 才不懂爱的复杂 我觉得牵起的手 永远不会放下 说好要陪着你飞 不管多狼狈 世界上多少人 分开了 走散了 不同的 只是因为 一起面对 才珍贵 因为 因为你出现在我的世界 每个瞬间都想要纪念 决定未来和你一起冒险 把最好的最慢的最真的爱给你 从不知疲倦 每个晴天 每个晴天 每个雨天 每个明天 每个明天 每个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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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晴天